多肉植物是一类喜欢温暖干燥的植物 它们的精、叶或根部都能储存大量的水分 因此对水分的需求不高 但对光照的需求很强 台风杜苏瑞是2023年太平洋台风季的第六个命名风暴 它于7月23日在菲律宾以东升城 24日加强为强热带风暴 25日进一步加强为台风 并向西北方向移动 预计将于26日登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和低温 对多肉植物都是致命的威胁 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 可能会导致多肉植物受伤、腐烂或死亡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多肉植物呢? 下面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 给大家介绍一些防范台风的方法 及时移动多肉植物到安全的地方 如果多肉植物是种在户外的花盆或花园里 那么在台风来临之前 最好将它们搬到室内或避风的地方 避免被强风吹倒或吹走 如果多肉植物是种在阳台上 也要注意将它们放在靠里的位置 或者用布或塑料薄膜将它们覆盖起来 防止被雨水打湿或冲走 避免暴晒和积水 台风过后 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晴朗天气 此时要注意给多肉植物适当的遮阴 避免阳光直射造成晒伤 同时 要检查多肉植物的土壤是否过湿 如果有积水现象 要及时排除或换土 防止根部腐烂 如果多肉植物的叶片上有残留的雨水 也要用纸巾或棉花轻轻吸干 避免滋生细菌或霉菌 给多肉植物增加支撑和遮挡 如果多肉植物是长径或攀原型的 那么在台风期间 可能会因为风力过大而断裂或倒伏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可以给多肉植物增加一些支撑物 如竹签 铁丝 木棍等 将它们固定在花盆或土壤中增加稳定性 另外也可以给多肉植物增加一些遮挡物 如网罩 纱布 塑料布等 减少风力对它们的影响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的 如何保护多肉植物 免受台风杜苏锐的侵袭的方法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